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DC的新产品DC克埋模纱窗保护罩 那这个DC克埋模呢它的概念其实很简单 这个纱窗保护罩呢我们就等于是帮我们的纱窗戴了一层口罩 我们利用我们的克埋模贴在窗框上面来进行一些外面脏粉层脏缝剂的隔绝效果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例子图看看我们的保护罩可以帮我们隔绝到多少的东西呢 其实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外面的包括花粉啊灰尘啊细菌 或者是比PM2.5还小一点的包括一些油烟粉层等等的 我们这些的例子都可以利用我们现在可以达到PM0.075过滤效果的DC克埋模来进行过滤 那这个纱窗保护罩的使用其实非常简单 我们以卷材的方式提供 所以您可以依照这里家里的窗户大小进行一个裁切 然后利用我们的赶压胶胶条把它贴在上面来进行一个隔绝 那至于你要贴哪一面其实是因人而异 您可以选择贴正面或者是贴反面 所以这个效果其实都是一样的 那我们的纱窗保护罩呢 它贴完之后透过大面积的空气交换 所以我们可以将外面的脏粉层呢 不好的东西隔绝在外面 那空气呢就可以透过我们的薄膜进到室内来提高我们的室内含氧量 那这个保护罩贴完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是具有透光性的 但是它的透视性其实变得比较弱一点 所以这样的产品非常适合在意隐私 且在意新鲜空气的您 那至于我们的DC客买模纱窗保护罩 它的使用期限到底是多久呢 其实这个是因为要看你贴的状况 还有你使用的空间上 如果当你的纱窗会经过日晒 那它的使用时间就会稍微短一点 因为我们外面的织物比较容易脆化 那它大部分的时间差不多是四至五个月 那如果您将的纱窗呢 贴在不会受到日晒的地方 原则上只要这个纱窗并没有破损 它就是有过滤效果 它可以持续使用 所以至少差不多是半年以上的时间 我去第一印象 5分钟 中èn手 砂頭 掉到尾部 焯 焯 ひゅ lé dice 熟 涉嫩 開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